那很多人就覺得 那你要看你的地段 不一樣 你們女兒說 我們女兒是林志玲 我們一小時走秀 你一小時被我們扔一千 你別人這麼說 我也覺得我女兒是林志玲 但是我表我也是林志玲 就是因為這樣 每個都認為自己的女兒是林志玲 所以就搞不定 對 結果經過12年 她換屋我也換屋 她這邊賣一千元 我那邊賣808 對不起 氣質好一點 氣質好一點 鎖定地產男女 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 聰明買房不分男女 歡迎收看地產男女 大家好 我是氣玲 好 最近我走在台北市的街頭 你會發現說 哇 不得了 過去老舊的城市 現在逐漸的煥然一新 那自從這個都更 以及危老條例通過了以後的話呢 其實有重建題材 或者一個效益的地方的話呢 現在都紛紛地 開始蓋起了精品的豪宅 那麼我現在就在想一個問題 就是說 那我如果是要買房的話呢 我是不是可以選一些 稍微比較舊一點的房子 稍微比較老一點的房子 未來搞不好喔 有都更的題材 好 趕快邀請一下 我們今天的特別來賓 現在先來看一段VC啊 到底有沒有那個 重建的一個題材 我們來看一下 玻璃帷幕就像是鑽石一樣 然難想像就其實是危老改建案 不只外觀 閃閃發亮 每瓶單價也創下 歷史天價 這一間鑽石塔位於忠孝東路上 是大安區的精華地段 走路到捷運站的時間不用一分鐘 而且一旁就是搜狗 而且它之後還會進駐 星光三月 美瓶軍家目標 將挑戰250萬元 創了新高紀錄 哇 蘇根為老岸創區域高價 可是各岸人北市來說 敦化北路的敦養 美瓶直逼240萬元 以刷新最貴為老宅紀錄 位於敦化南路的端序 美瓶近220萬元 刷新區域單價紀錄 新北市黃翔來清 每瓶成交單價 搭就是1.4萬元 改寫新北市史上 最高的單價紀錄 我有朋友他們也是 就是後來就差了一點 就沒有沒成功 那時候一瓶8萬 不過那很多年前了 30多年 40年前 那現在80萬 可能也買不到一瓶 因為家人有在買賣房子 之前一千多萬 現在好像都要兩千多萬 就漲了快一倍吧 偉老改建案大爆發 今年也迎來收成期 截至去年底 全國偉老重建的土地面積 累積達38.64萬平 相當於五座的大安森林公園 主要都在六度正 六半至87 有多半在雙北市 當你申請好 回到核准環通過之後 一年內必須要去申請建造 18個月要完成東工 最遲啦 必須要完成東工 所以以這時程上來說的情況是這樣 差不多在最近的一兩年 就開始在玩工交互的一個階段 新北拼都更甚至出現 簡易版最快流程只要一個月 新北中和最新都更案 原本只有八百多戶 都更後暴增到五千七百多戶 房價一坪大漲近十萬元 也難怪都更擺脫牛布 可是這種房子還空在那邊嗎 很多啊 在新一路三段那個大安捷運站旁邊 那個行為市場不就是這樣子嗎 其實影片裡面有很多的畫面 我們都覺得說 哇 這還能夠住人嗎 當然你也會看到那個 已經都更完 閃閃發亮的那個鑽石級的 那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待會請國華 幫我們一個一個來分析一下 東華以前的話是應該是 一個商辦 梳理市大樓 在小巨蛋的對面 東華北路上面 現在即將完工 那麼它的一個房價的話 一坪是239.67萬 台北之星就是剛剛影片上面 大家看到的 大門濤 哇 這個應該最近好像要開幕了 然後上面是山場 然後上面是住宅 然後頂樓是做豪宅 所以它的開價250萬 可是因為我們一直有持續在關心它 其實是有買賣的紀錄 可是就是地震局一直沒有把實價給丟出來 所以應該這樣講 回顧一下歷史 台北市第一間賣超過200萬單價的 就是瓦達西瓦買的 就200萬單價一瓶 瓦達西瓦大概101年賣的 101年 在哪裡呢 就在敦化南路跟阿和路口的那一棟叫做 圓大柏越 圓大柏越 有沒有 大家去逛街敦化南路 就像東路口 以前的成品那邊 對 敦化南路跟 敦化南路跟安和路口 然後它是台北市第一個 在京華區裡面 改建為 圍牢改建 就是都庚的 改建的第一棟 那時候 他建商跟他談的時候 是談說 哎呀 你 我幫你蓋了 然後多少瓶換多少瓶 這樣子 然後另外如果不要了 你就給我嘛 那時候談是95萬 我們在預售的時候 有些人就是 我本來一個舊的大樓 很古很厚 樓層又很低嘛 對不對 然後有人就 賣一賣就走人了 有人就去接手了 我賣的那間是人家 接手前一手的地主 然後等待蓋好以後 隔了大概兩年吧 我幫他賣掉 這樣的話 他人接95萬 我才希望賣200萬 200萬 不要說200萬 200通一點 沒有 我還要做一個問題 就是說他當時的 這個轉換的話是多少 就是說一瓶換多少瓶 因為他那個是商事的用地 商事的用地的話 就是因為當初 他本來就是一個大樓 對 然後呢 原來的瓶數是加1.5倍的 對 1.5倍 很划算 1.5倍 很划算 你本來是14樓的 就變成21樓 對 同樣的瓶數變成21樓 對 那在台北市的建商 在這種精華區的地點 大概原來的地主可以分回來65% 那建商就分走到35% 也就是說那一棟大樓是 原來的地主都不用花錢 建商把它蓋好 一瓶位 60幾萬 總要變200萬 他也是一瓶換一瓶 他可以換到高樓層這樣 對啊 他可以這樣彈 其實是可以彈 因為他的容積 跟他的容積率比較高 這個就可以 那很多人就覺得說 他都可以一瓶換一瓶 為什麼我不行 那你要看他的地段 跟一個使用區分 不一樣啦 你女兒 我女兒 我女兒是林志玲 我 我一小時走秀隊10萬 你一小時要不要 他一千 你不能這樣說 我也覺得我女兒是林志玲 但女兒女兒也是林志玲 就是因為這樣 每個都認為自己的女兒是林志玲 所以就搞不定 對 所以他其實有一個一定的難度 很難 但是未必不可能 他未必不可能 好 來我們先舉一下牌 是 欸 我就要問一個問題了 你們覺得 買房等都更 可不可行 我覺得怎麼樣你知道嗎 不可行 我跟他說 漂亮的女兒都也讓人家娶 對不對 不太簡單 真的不太簡單 但是就是因為不簡單 這真的不要看 這沒有要看 因為不是大家 因為人云亦云嘛 可是專業的說法不是這樣啊 還是有機會對不對 國華大哥他是專家 那我們是小小的 對我們先看我們的想法 對我們小資族 其實我有買過一間 那時候也是朋友來介紹的 朋友轉行 然後轉行當仲介 他就跟我講說 俞峰我告訴你 一句話 清水變雞湯 我說當你什麼意思 他說你看你買了一個舊公寓 我那時候是買一個四層樓的公寓 然後呢 要多舊有多舊 要多破有多破 然後他想說 天啊我買的時候我30歲 他已經40歲了 屋裡已經40歲了 然後他說 你想想看這房子還能住了嗎 不能對不對 我說不能我買它幹嘛 就等都更清水變雞湯 在談的過程當中 非常非常的痛苦 一樓是店面 店面的話 他們的想法就是說 我現在已經租人家了 然後生意又很好 我那個靠近台大 生意又很好 那你 他當然不願意啊 那你想想看 然後呢 我們頂樓四層樓嘛 對不對 他有頂家 頂家他也要多分一點 欸我是土人好的 你知道嗎 我在鄉里 他們都叫我黃金獵犬 誰來跟我談 好啊好啊 簽意象書 好啊好啊 我每天都簽啊 十幾年過去了 那種公寓還沒變大樓 而且最慘烈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很多人想說 呃等都更嘛 你買一個舊的房子 你可以先出租 你現在要租給人家 你要等都更的 通常都是海鯊 那我們那一棟沒有海鯊 但是呢 他已經非常的舊了 在舊的情況之下 你現在如果租給人家 那你該怎麼辦呢 到最後真的是沒辦法出租 因為你出租的話 必須你要這個 善進管理人的資格 的責任嘛 你要去給他修繩嘛 到最後我那個都變成是 中計客棧 就是我們有同事 他可能中南部上來台北支援 算了不收你錢 你就去住那邊 幫我開開冷氣 所以呢我覺得 一般人除非你像國華哥 這麼專業 沒有你就 不要想 其實 不要想 其實我的想法跟那個 B4呢有點像 其實真正想要都更 我們講舊公寓 比如說四層樓那種 那種最具有都更的題材 跟他的效益在 是 而且他的那個土地持有 平數是非常高的 那可這問題是 四層樓的房子裡面的話呢 只有二樓跟三樓的人同意 四樓的人 我有四樓再加頂家 你想看看 對他有效益 效益多高 我四樓的話呢 頂家我直接出租出去 我每個月都有固定的收入 我怎麼會跟你都更 底下的話呢是店面 好 這一談的話不得了 一談的話呢 搞不好呢 我就變成了正義國宅 我認為我們看這個節目一般消費者 不用去碰這種案子 對 但是我們有別的案子可以碰 對 這個只是讓我們看到說 確實 案子越大 土地越大 他要整理的問題越多啦 所以牽扯的這個利益也很大啦 好我們不要談這個案子 其他的地方有沒有機會 因為說 因為他都更面積這麼大 對 所以就會產生所謂的微老 微老以後呢 是幹嘛 微老跟都更最大的差距是什麼 他告訴你 都更有面積的限制 以前這個都更呢 最少要一千平方公尺 就是三百平啦 你們家一間公路 一支樓梯上去 不好意思那加起來 大概一百平或一百二十平 你說隔壁也把它加起來 四棟嘛 兩百四十平 你以為我們四個公共來都更 不可能 因為要三百平以上 不夠大 不夠大 所以他有整合上的一些限制 還有這個零路面積的一些限制 微老同學呢 他在面積上沒有限制 你只要屋齡超過三十年 還有這個什麼沒有達到標準的 有危險沒有電梯啊 這一些 你就可以來申請了 自己蓋也可以 台北很多這一種紙片微老 真的嗎 我跟你說 如果沒有微老這件事情的話 它有最小建築面積的限制 比如說面寬要多少 深度要多少 最小建築面積啦 大概八乘以十六 大概是這樣子 那你像剛剛你那樣的二十四平 那是不可能電梯的 你只能自己修而已 但是它最終還是要100%的同意啦 假設你那不是透天的 是三戶 那三戶都要同意 就地主全部要同意啦 OK 就整合起來 那這樣子呢 政府也有獎勵的容積 之前是最高到140 台北市最早拿到40%的容積獎率了 是在南京東路五段的一家飯店 叫富敦飯店 它就是本來跟隔壁一起弄來督庚 獎勵更高嘛 1.5嘛 然後其他的一些獎勵啊 什麼停車獎勵啊 後來一直整合成合不成 所以它現在就是依據它自己整合到的 但是還不夠那個面積的督庚的 就自己現在正在弄啊 它就用微老 它申請40%的獎勵了 這就是很成功 那那個房價呢 原來一坪如果90萬 它就可以變成180萬 所以這個老闆就把它 就把它微老 直接就蓋起來了 所以微老是可行 不是不可行 那我如果督庚的話呢 督庚很豐富的 那西娃就是督庚戶啦 94年 93年的時候 我從木柵換屋到天母去嘛 我那時候在想 我跟木柵住公寓室喔 這一次不行 而且漲價我都沒漲到 因為我的同學 我的同事 我的屬下就買在這旁邊 買805萬 經過了12年 我也買在文山區 我買780萬 公寓嘛 他買在這邊電梯的 32坪多 結果經過12年 他換屋我也換屋 他這邊賣1500 我那邊賣808 我又翻臉了 對不起 氣質又好一點 氣質又好一點 我在想說 我帶那麼多人 教那麼多人做仲介 我自己在那搞成這樣 對還是不對啊 所以我就決定從這個 這個文山區搬走 我搬去哪裡呢 因為工作各種方面 我就搬到天母去 而且天母看 天母有個案子 有一種案子可以進場 叫透天的 那時候呢 因為景氣不好 剛好就是那個 SARS剛過後 是 那時候最低 我就 這聲要兩倍翻回去 但重點來了 重點來了 我選的是 邊尖三角蟲 我就是一個獨立的透天 有院子啊 對 你愛不愛都更光有什麼事 拖越久越好 但是我現在要先滿足 我自住的需求 所以我就整個重新翻店 我把它拆到 我去台北市政府的 那個建管處申請叫修建 就是說你找建築師申請 鑑定超過二分之一以上的 梁柱是結構破壞的 你就可以進行修建 所以我那條房子 就拆到剩下兩道牆 左右一個L型的牆而已 其他全部都拆完了 我幾乎是全新重蓋的 對 有申請的 大家應該聽得懂意思啦 對啊 如果旁邊不跟你幹 沒有關係 我去用修建的方式 我自己來處理 而且先滿足自住現在的需求 因為你沒有辦法等30年啊 你沒有辦法等40年啊 這到最後 葉大哥談到的條件 反正談到的條件也是最好的 跟他講說這1500 我剛才賣不掉啦 他旁邊這樣子 這些問題都賣不掉 他說都更下雨都賣不掉 你到我最後談到多少錢買到 做啥 安心的 哇 那你就 這三分之二的價格欸 可是那個國華哥他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因為他是自己的土地 套天自己的 對啊 那你說台北市 你怎麼可能找到那種套天自己的 自己要去修建 不可能 他住在 你唱他住在山上 他早就說自己說我要修建 這節目要看 這節目要看 怎麼去找到 怎麼找 有都更 然後容易被建商有改建機會的 我先直接看這個 我等一下 我先講案例 待會再來講這個 大家就一目瞭然了 接下來呢 我那間買完之後呢 我就住在那裡了 住住我會生的老二了 生出來就跟我老婆講說 我看這個二女兒 等他20歲以後 我看房價不知道漲到哪裡去了 然後我們再買一間 一直來繳貸款就好了 就這樣子 我等會跟我們太太說 要不然我們就買那間好不好 他說你覺得好嗎 我說當然可以 那你說可以就可以 我就同樣的價錢去 跟屋主說 那我跟你買 他說 好啊 好啊 我買你 好啊 好啊 我們又簽約了 太長的來 店長你來一下好嗎 我就去了 店長你只要賺錢喔 我價賣你一百萬好嗎 當然也不好啊 一百萬 我心裡你想不是好不好的問題是 我現在用什麼價格給你買你 你都稱我 你都認為我趁火打結 是 我賣賣 那間我沒有賣 但是那間可以賣嗎 我就親手教我的菜鳥經紀人 賣給一個從爐州搬到那裡 天魔的一個人 然後就賣給他 我告訴他怎麼弄 我跟你講他就買一千兩百五 你知道賣多少錢嗎 兩千兩百萬 哇 好 我來教你這間房子 對 這間房子怎麼買在哪裡 就是我現在剛才提到的 首先那間房子 為什麼我看中會買 那個大馬路上的 叫做住三之一 住三之二 他的見幣率一樣是45% 可是他的容積率是400 什麼意思呢 本來一瓶只能蓋2.25瓶的 多很多 這個可以蓋四瓶的 這種的就可以一瓶換一瓶 聽清楚囉 如果你去買巷子裡面的公寓 四層樓的其中一層 然後你說我要一瓶換一瓶 你看不可能 不夠分 可是這個是一瓶換四瓶多 再加上其他 Lilicoco加上來 就一瓶變到七瓶 那就夠來分 你還可以全部拿回來 像這個就有機會 我那時候就是說 這間在大馬路邊的這種公寓 千金難買早知道 土地值分高 然後容積率又沒用完 就是這個 一定要做在大馬路邊的商業區 不是商業區也沒關係 住三之二 是吧 這個 所以大馬路旁邊 第一個是優先考量 他的容積率會高 那他的容積率要高過多少以上 這裡剛才講了400嘛 好 400以上 就才能一瓶換一瓶 好 另外還來看一下 海沙屋剛剛那個 玉峰有特別講一下 那我是不是去找一些 其實現在微老的話 有包含了幾個 一個是海沙 一個是結構不強 那結構可能有問題的 然後另外一個是正損載 這些的話有沒有機會 再告訴你說 這個是有可能可以 都更跟改建 但是我告訴你 通常裡面就是擺不平 其實海沙屋已經有很棒的 一個獎勵容積了 可是當你有獎勵容積的時候 你以為說 那大家就擺平了 沒有 當你有的時候 你想要更多 海沙屋反而是困難的 很困難 海沙屋就是有這個東西 就是有這個獎勵容積 可是問題是 它就是已經是一個很危險的建築物了 真的很難 對啊 你已經危害到其他的 生命財產安全了 那因為少數人的堅持而不能動 政府如果沒有採取一些動作 這種事情是不可能的 在新加坡 80%的人來同意 他就都更了 20%他不管你 把你提存在法院 你自己去領 另外還有一個呢 就是剛剛講的地震的微樓 這個也是一樣 這種震損的話 有一種是 他已經看到明顯的狀況 然後另外一種的話 因為我們的建築法規 過去的話 其實沒有特別設定到 就是說 我必須要耐震度是多少 對 那那種房子的話 可不可以 他其實最終的問題 還是你所有全人本身有沒有共識 因為政府他就是不會主動介入 對 那聽起來你是有難度了 好 樓高三層樓的公寓 這個一定有啦 對 就是說你要一坪換一坪 你就找那個公寓是三層樓的 才有機會啦 還要去四樓五樓 不要再說了 很難 以後過捷運出去逛街 那是牽女朋友的手 然後在看什麼店而已 你看頭抬起來看看 哎唷 這有三棧的 喔 路邊耶 喔 捷運站邊耶 我已經講過三個囉 三個重點囉 路邊 捷運站邊 路邊 捷運站邊 三樓 然後跟女朋友出去 不要看女朋友 要看房子 然後 這個可以喔 看看有沒有在賣喔 然後給他賣啊 鎖定它啊 三部故事 可以這樣鎖一下鎖一下啊 好 另外還有一個呢 就是32坪的房子 土地磁份 那個土地磁份的話呢 是不是 我們找老的房子 然後那三層樓 通常土地磁份都會比較高一些 這裡面呢 就幾個竅門 就是說 舉個例子 民生東路 聯合插村 基本的地瓶就是80坪 然後四層樓 請問除以四 一戶幾坪 20 20坪 你看看那個 阿豬跟改建 你看多讚了 對啊 對不對 土地磁份很大 然後呢 某些地方的土地 以前會覺得說 欸 土地那麼大喔 土地的地價稅繳很多 但是喔 30年前的時候這樣講 30年後 他已經快60歲了 阿嬤又變搶手了 哈哈哈哈 越老越漂亮 對啊 越老越漂亮 這什麼就搶手了 夠老了 我認識一個朋友 他買房子是這樣子的 我聽到我自己以後會覺得說 這樣對嗎 他去看家 連家都不用看 他在這裡問總結 他問他說 這個房子多久了 這個房子地帶 這個房子地木是什麼 喔喔 使用分區 對 使用分區 然後再過來問什麼 他們問說 土地只有皮屬 他根本不管地上屋的房子 到底長得什麼樣子 是好還是壞還是爛 慶元你那朋友 他買的其實就是買地樣 慶元哥的朋友 應該是做土地開發的啦 就那個地區的掌握度 他已經鎖定那裡了 對 地區的掌握度 他其實是非常的兇實 你千萬不要聽別人這樣子 以為也可以這樣買房子 不然那個塞浦的手路 不是我們 你不是這樣拉拉 你就可以變米其林 專家不是這樣 那個已經是專業了 是的 我們今天也來講專業 土地分區的話 是要怎麼來講的 對 像這個剛剛講的就是說 那個什麼馬路邊啊 什麼這些土地 像我們現在攝影這個地方 在宗教動物上 他就是商事嘛 對 不然就商山 你看這個商山 你看看一下 他的容積多少 560耶 可是如果他是商事的話 800 商事在哪裡 在中山保羅 精華酒店的那一代 商事 你看啊 商事800 800啊 為什麼那邊可以是商事啊 容積率是800 就因為他就是很熱鬧 什麼調節都可以進去了 在以前核定的時候 飯店也可以去 旅遊業也可以去 什麼都可以進去了 如果是你是中校 你是中山北路 然後30米以來 然後你是面馬路 這棟大樓後面的那一排公寓 對 你也在31米以內 那你就是商事了 你要是後面的 那個公寓不就 賣到了 就賺到了 對 住三之一會不會相對來講 現在比較容易找 然後呢 也許他還有一個路更調節 我可以貼一些錢 要小一點點沒關係 不過住三之一的話 他有沒有利機 也有 因為他比住三 225 就多了大概30% 對 事實上也是有 那30%有可能就讓你可以1比1 這個400%的可能會更多 對 會多出來 你本來1間 可能可以給你1間半 好 大家其實要等都更 最主要是能夠讓我們的 居住的環境會變得更好一點 然後呢 他的房價有一定的一個提升 那麼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可以參與都更 然後呢 也對於市容來講的話 那也是很大的一些幫助 但最重要的是一個安全性的問題 有一些房子真的是很破舊的 你住在裡面 你其實都心心膽戰 你想想看你自己不會煩惱 阿伯你會後一台 小孩孫子 住在那裡 你會覺得安全 你也會覺得安全 那麼 政府有沒有那個落日 獎勵我記得好像沒有 有啊 他有啊 為老他時辰獎勵 現在已經降到剩下30%而已 28%了 所以未來的話會越來越少 這樣子的一個機會 但是你如果現在呢 想要考慮呢 參與都更或為老 或者是說 你買一間房子 也許有機會都更的話呢 還是有機會的 不要忘記 剛剛郭華老師提醒我們大家的 好 我們謝謝郭華 跟我們的裕豐 參加我們今天的節目 我們地產男女 我們下次再見 不要忘記要訂閱 開啟小鈴鐺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會不會 我們下次見 感谢观看